啊啊啊啊 許久沒有推出正統系列作的真女神轉生 也確定要再次回歸到任天堂的家用主機平台囉 真女神轉生系列 25 週年活動的其中一項計畫 就是要在 Nintendo Switch 上推出 HD 畫質的全新作品 這款仍籠罩著神秘面紗的系列最新作 確定將會使用 Unreal Engine 4 來打造 展現出世紀末風格的荒廢黑暗氣氛 而御用美術設計金子伊瑪 筆下眾多的重魔以及最後驚鴻一撇的奧丁 是不是讓老玩家們期待不已 希望早日見到他們大顯身手了呢